原标题 汉奸也有分类的 有的是为日本侵略者当班役 有的是为日本侵略者出谋划策 不过人数最多的还得属伪军 然而在伪军中 其实也有一些忠义之事 他们忍受着汉奸的骂名 但却时刻怀着抗日爱国的赤诚之心 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今天要说的这位抗日英雄 衬不上著名 但也当之无愧 他叫长龙姬 由于家中贫困 十一岁的长龙姬 就肩负起了养家的担子 一九四一年 二十岁的长龙姬 为了躲避被日军抓丁 他逃到了姑姑家中 由于母亲不愿说出他的下落 被日军给砍死了 后来他在姑姑家中娶了媳妇 想借此躲过抓丁 可是日军还是找来了 日军的一个小队长 还凝辱了他的妻子 最后长龙姬被押到了附近的日军军营 里面都是日军抓来的人 在围满军队里 日本人为了让围军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对他们的训练十分的严格 甚至是非人般的虐待 长龙姬等中国人受计了日军各种非人的折磨 他不堪受辱 曾经自杀但未成功 新兵连邹连长见他可怜 安排长龙姬做了马夫 长龙姬因此才幸免于难 他对日本军本就怀恨在心 经过这事愤怒到了极顶 再到后来 他在围军队伍里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 深刻认识了优秀思想 决心忍辱负重 以解心头之恨 长龙姬一直刺激杀了日本头领 为自己母亲报仇 同时以雪国耻之恨 1943年5月的一天 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日本驻为满中国军事部中将南木石龙 正用那一匹白马当作骑 在为满洲大臣刑事联合第七军管区司令鹤木侠 的陪同驾到五顶山视察军事工程 长龙姬主动请应 当个马 前卒 在视察的过程中 南木石龙不知抽了哪门子封 突然扇了长龙姬一个耳光 毕竟在当时 两人的身份地位差距全数 众人也没有多想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震惊了所有人 长龙姬咽不下这口气 一把把南木石龙拉下马 照着南木石龙胸口啪啪便是两枪 南木石龙当场云令 当时在场的所有日北军可都没想到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 一时全愣住了 长龙姬乘机飞身上 那南木的马飞奔下山而去 长龙姬立刻受到追击 无数日本人朝他涌来 而扭头就跑 最后还是没能逃过日军的追捕 再骑到松花江边边被追 来得日军团团围住 长龙姬并没有一丝怕死的感觉 为了不被日军这样轻易地抓住 转身便跳进了松花江中 年仅22岁的他训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